這個術發部的辦公室 在這裡稍微爆料一下 其實在我做這個角色之前 我就去過了 我就去術發部的 就是那個兩頭獅子在樓下 那個大樓 老實說我真的一進去 我真的一進去我就嚇到了 一進去非常的寬廣 燈很亮 那個辦公桌都很新 那個隔板都很漂亮 沒有人 沒有人 我還以為我是來到什麼 漫威的什麼電影 是有人彈一下手指人不見了 還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唐鳳前部長 對這些也沒有那麼有興趣 他只想要做他自己喜歡的事 所以他成立一些 什麼任性民主師 什麼多元宇宙科 多元宇宙科 老實說這個很有趣 但是呢我感覺 他其實是一個條件交換 你們要發200億嘛 我也不想要跟你們去發錢 你要發錢的你去發 但是呢我要決定我的辦公空間 我要決定我的地點 然後呢你給我10% 20%的預算 都不要管我怎麼花 成校部長 然後唐鳳每天都把自己當外交部長 他是不是以為他在隔壁魔法部上班 這個速發部的辦公室 在這裡稍微爆料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阿宅嘛 那之前跟這個前部長唐鳳老實說啦 也是這個算老朋友啦 所以其實在我做這個角色之前 我就去過了 我就去速發部的 就是那個兩頭獅子在樓下嘛 那個大樓嘛 老實說我真的一進去 我真的一進去我就嚇到了 一進去非常的寬廣喔 燈很亮喔 那個辦公桌都很新喔 那個隔板都很漂亮喔 沒有人 沒有人 我還以為我是來到什麼 漫威的什麼電影 是有人彈一下手指人不見了 還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老實說我手機裡面還有流 我那時候就拍照拍照 因為我太驚訝了 我太驚訝了 因為我們各部會都很擁擠 那個租金多貴啊 那個空間這麼大 我們阿宅很需要地方打電腦 你知道嗎 我們都逐水草而居呢 我們有多少年輕人在那邊用電腦 這間咖啡店打 去下一家咖啡店 我覺得你要不要你速發部 如果還有空位 你要不要開放出來 co-working space啦好不好 對不對 大家一起全民發展 全民數位發展 共享辦公室 我老實講喔 之後我們都有機會去參訪 訪查一下 希望這些位置是誤會啦 希望是誤會 可能剛好他們全員會議 其實沒有 不是剛好出差啦 因為他們是出差比例最高的部 有可能 那你辦公室讓出來啊 讓我們co-working一下 共同共享空間好不好 大家在那邊不要亂搞 不要浪費我們名子名高 對這速發部真的是很誇張 我剛回答幾個超級 回答幾個留言 DXZ以外說 北韓還有專門的遊戲喔 西西 我那天有看到 我那天看到B站喔 就對他們不是有那個Bilibili嗎 那B站就他們很喜歡分享北韓的東西 然後他們分享那個北韓的象棋 會笑死 真的他們還去試玩很好笑 還有這個大紅獅子說 人家部門幾百億的這個死費喔 也不用交代用處啊對不對 高安就是錯在選錯顏色 還有這個William Huang說 William Huang說 拍手拍到瑜伽是真正的北韓 然後我覺得這個DXZ以外這個最經典 確實DPP已經被掉路燈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謝謝那個慧芳 Huang 他說啊歷史宅宅強強聯手 謝謝謝謝啊 好 其實大家事實上對於這個速發部很怨恨 不是怨恨啊很憤怒啊 因為覺得沒有功能 成效部長 然後唐鳳每天都把自己當外交部長 他是不是以為他在隔壁魔法部上班 有點搞錯地方了 每次都說我們要做民主外交什麼 哪以上日本的雜誌封面為榮 就是搞了半天 真正成效什麼都端不出來 然後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現在被審計部拉正 極其丟臉 當然我覺得新的速發部長比較務實一點 那速發部因為未來速發部會越來越龐大 為什麼 因為什麼都跟數字化管理有關 其實我最近有在研究 就是我們工業發展的進程 因為從歷史來看 工業發展的速度 決定一個國家的實力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英國在19世紀末的時候 被美國跟德國雙雙超越它的工業產生 甚至到了開戰前夕的1913年 德國已經是歐洲第一大GDP國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德國工業發展非常好 可是這幾年德國開始停滯 最近有一個菜季護著的新聞就是 日本跟德國的GDP 被互相倒反了 德國反超日本 但是德國的GDP成長是-0.4 這代表什麼 其實日德遇到一個最大問題是什麼 他們的數字化管理完全落後 而這幾年高攻猛進的中國大陸 就數字化管理做得非常好 譬如說我們的台灣的政要 去大陸最喜歡看什麼 最喜歡看他們的碼頭 因為他碼頭完全無人化 而且不是只有陽山港無人化 我最近看他們深圳港無人化 然後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泉州港還是什麼港 反正他們就全部 推薦在2027年要全部都要搞定 就是數字化管理 其實是決定新一波的道路賽道 也就是我們所謂工業化4.0 那這裡面最重要就是NCC術發部 他們對這方面有任何的研究嗎 這是有點延伸的 但是我聽你剛才講的這個術發部 我簡直我只能說就廢物 氣死我 他們有這種任何方面的嗎 阿宅來幫他們這個 幫大家透析解析一下 對 其實是這樣啦 術發部有沒有做過事 做過 做過 也是不能說沒有 在疫情的時候 他們有做這個口罩的一些東西 當然是跟民間合作啦 當然還是有做一點努力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術發部很大的問題在於 它其實是一個有目的性的 有目的性的 這個我們很難證實 但是有一些人都有在講啦 術發部其實是利用 以術位為名在發錢的部啦 他編了幾百億的預算喔 可能百分之八十 很可能都是在 數位產業發展署這邊 去做各種的這種 我給你一些這個啦 我給你一些那個啦 然後我認為有人這樣講啦 有人這樣講 就是說 其實唐鳳前部長 對這些也沒有那麼有興趣 他只想要做他自己喜歡的事 所以他成立一些 什麼任性民主師 什麼 多元宇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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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這個很有趣 但是呢 我感覺他其實是一個條件交換 對 他就說好啦 你們要發兩百億嘛 我也不想要跟你們去發錢啦 你就 你要發錢的你去發 但是呢 我要決定我的辦公空間 我要決定我的地點 然後呢 你給我10% 20%的預算 都不要管我怎麼花 對 所以呢 才會出現什麼 他拼命出國嘛 對 才會出現他這種 他想做什麼做什麼嘛 這些科的名稱 讓他隨便取嘛 其實才會造成就是說 這個數位發展部 在前期的時候 有一點什麼 頭重腳輕 很不均衡發展 有可能是這種 他們對於目的 其實相對的 認知失調 就是說 可能部長 有部長想做的事 但是呢 有政府希望 術發部想做的事 有可能有這種狀況 那數位的發展 我非常認同 其實整個科技的發展 如果能夠先領先的地方 它其實發展就會很強 而且這個東西 是要早期投入的 會有後期的這個紅利 那我們其實在早期 其實企業發展得非常好 什麼無人 什麼港口 我們早就有什麼 關燈工廠了好嗎 我們早就有了 我們無人的技術是很強的 但是現在怎麼樣 企業在科技的方面 在數位的方面 在AI的方面 上太空 上太空 但我們的政府什麼 還在什麼 原始人洞穴裡面 就變成這種樣子 那老實說 你剛剛講的我非常認同 黃仁勳來台灣的時候 他講一個東西 大家聽不懂 叫做主權AI 主權AI 他想要講的就是 一個地方的發展 接下來以前是靠誰的 誰的這個鋤頭 好 以前靠的是什麼 誰的鐵路多 接下來要靠的是 誰的算力強 真的 誰的算力強 誰的演算法聰明 誰的算力強 誰就有機會 我們會在數位的世界 數位的網路上面 去給人家搞什麼 文化殖民 服務殖民 我們不要講殖民 擴散 那接下來台灣 就應該在這裡 突飛猛進 全世界80%到90%的AI工廠 AI機房 是台灣做的 台灣設計的 結果呢 台灣的算力一筆 可能在全世界 可能排不到 排到幾百名去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要自滅威風 但是我認為政府 政府在這裡面 有太多太多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 都 你企業你自己去做 我們 你買個500張 這個什麼H100顯卡 我們買個10張 就變成是 政府其實有很多 軟體開發 有很多這種數位的 這種研發 跟擁抱 應該要去做的 算力的建設 但是 都沒有在做啊 現在在搞什麼 搞鬥爭啊 搞抓 抓這個敵人啊 對啊 用AI來抓大數據 用AI來當爬蟲 到處算 對啊 然後呢 到時候又怎麼樣 又用的不比人家好 結果呢 可能詐騙集團 又突飛猛進啊 以後詐騙集團 來用AI的時候 怎麼樣 什麼綁人去哪裡 什麼逼他 什麼上網傳訊息 都不用啦 直接AI了 直接AI 這些 那個詐騙集團 還被Fy了好不好 他可能還會面臨 失業的問題 搞不好喔 到最後連詐騙電話 都AI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政府是有第一優先的誘因 要去做好 術發部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 但是呢 是怎麼樣 老實說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啊 對於科技 對於數位 對於AI 多頭馬車 莫衷一試 一樣看不起也看不懂 就變成是這樣 我們最近在看這個國科會 所推出來的這個AI基本法的草案 裡面有好幾條啊 都把鍋跟球都推給術發部啦 說如果這個AI有什麼 這個不安全的 或什麼風險評估啦 請術發部來評估 術發部有說好嗎 術發部會做得好嗎 但一件事情就變成 我做一點你做一點 那就變成什麼樣 我跟你講我已經都看清楚這些套路 跟這些公式了 就是什麼做得好 兩邊都出來 外的外的啦 外的啦 外的啦 做不好 有出包出事了 是他 是他 你看這個術發部啊 沒有評估好 那術發部就沒有啊 是你國科會預算不足 之前FTX 那個加密貨幣平台出事的時候 那個金管會說 這術發部的錯 術發部說 我只是協助結果是金管會是主管 然後呢 金管會說 沒有這個經濟部也要列項 就大家踢來踢去 就到時候找了半天 沒有人要負責 你講的對 現在也是一樣啊 文化啦 體育啦 通通都遇到這種問題 那老實說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就數位虛擬的嘛 我們的政府 我們台灣的法令 其實針對看不到摸不到的東西 什麼 完全沒有這個 沒有認識啦 好像就管不了 看不到摸不到的就管不了 有人這樣跟我講 這個要問歷史哥啊 有人說 是因為台灣的很多法令 很多法條的這個邏輯跟設計 很受到清朝時期的認知影響 那個古人在令這個定法條的時候 哪有什麼看不到摸不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看得到摸得到了 我看得到我就可以說這個是誰的 數位的東西 科技的東西 演算法的東西 看不到摸不到 這一句話就打死他們了 請問過去八年誰當立委 那所以你如果說清朝的東西 那是不是所以你民進黨是中國人 講得對啦 不要甩鍋給清朝的人 對嘛 那你是中國人嘛對不對 你不是要台獨嗎 不要甩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